南大館第一座会议官主兵区 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 今年八月份将正式英文 郭欣兄,中学国秀经过两年的丢毙 今年七月中将两中甲白 好好去办第一座的教室睡眠会 去不太多女官来宾 看关系的家长,大乡家长真来了解 今年八月份中学实验小学将正式来英文 好好去办第一座的教室睡眠会 上面很多关系不见了教友的家长真来了解 本身小孩子有两个 大的有读过国姓国小 然后又读过高雄的胜利国小 但是在这个学期当中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源跟学习的理念 那回到国姓之后 知道长府国小有一个实验小学 然后是可以让他有一种独立 跟成长的机会 我是在网路上一直有在 追踪那个 校长的脸书 然后很认同他的教育理念 然后他们学校也是跟 一些外国的学校有一些交流 我都有注意到 然后因为我住台中 我喜欢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所以想说要让小朋友来看看 了解一下这边的环境 还有他们的体验教育也蛮吸引我的 这样子 校长表示 经过两年的专门 确定的各位比较 传统画画、侵华 并且开放学区来就像 而且主张相议的国际教学 那我们仓夫国小呢 实验教育可以说是一个 课程跟教学的实验 那主要是打破课程跟教学的一个 规范跟限制 那在课程方面呢 主轴定调为探索挑战 放眼国际 那主要是以体验教育为主轴 为精神 下去设计学校的课程 在探索挑战方面呢 包括体验教育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攀树 或是山野教育等等 都是我们很精致化的一个课程 定调实验小学 为立大中身车跟南岛国城的交界 要安排小孩 正在状态的家庭 主要求好交通接送 以及生化上的问题 虽然不是在很偏远的山上 但是交通上算是 比较里面一点的学校 那为了打破这个限制呢 我们就在行销跟网路上 会多加宣导 那家长如果要来呢 以目前的学校状况来讲 可能交通上的接送 必须去面临跟客服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提供 所谓的宿舍 也让学生来住宿 那相对的 我们在课程的规划 是相当的完整的 第一次就成为学生学生学生 就去面前百位家长前来参加 有很多家长的议员 报名状态 七月十七号学校中 基盘隔百二十 欢迎国管市 幼稚学学主前来报名 记者欢迎昆昆擦风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